為了提供的文教育和保養學生有這種效應的活動 共申教育今天是基盤共申費 組織和豆奶球的比賽 競選一千多人報名參加 工程國小的家長會跟校委會 希望說小孩子能夠在藝文方面 體育方面都能夠有一些機會讓他們多學習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來辦理 那我們從去年辦理將近有1000人來報名 今年已經破了1156人來報名 為不一樣個性的學生學生 好好特別將比賽分三組 有些時候塑膠和豆奶球的處理活動 我們的組別分為會化學生組 還有書法組以及我們的投籃比賽組 那因為我們這樣的構想是想說 小孩子有的是蠻靜的 有的是蠻動態的 所以希望說他能夠文武合一 那有一點德製體勤免武藝的精能發展 所以我們才以這樣的方式來規劃 那學校剛好校園跟校地都蠻大的 那個設備上都OK 所以我們就是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這件比賽人數破11,100人 來參加比賽的學生人都非常緊張 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進比較多一點 投10顆進4顆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算可以 我們是全家一起在學習書法的 其實我覺得家長應該放輕鬆 小孩子照著一個學習的態度來這邊參加比賽 我就拿本書來看 應該快要出來了 頭過的這場比賽 不然不會用學生的學習的創作 和休憩運動的發展 也好跟中央當兒子的心中大漢 就讓他們一個未來的會議 在這裡 五中片 彩虹不得